听到这名字就想吐 就先拿你开刀 眼前这个女孩 面对武林各路高手 直接出演挑衅 此局惹怒了众人 大战一触即发 只见女孩手持长剑 辗转腾挪间 便将冲上来的人一一击败 高手们倒地惨叫连连 而女孩毫发无伤 这让一旁的和尚十分震惊 到底是黑人 谁能想到 这个身手不俗的女孩 她的真实身份 竟是九门提督家的千金小姐玉娇龙 几天前 玉娇龙来到贝勒爷家中做客 在这里 她遇见了一个名叫于秀莲的女子 对方带来了一把绝世好剑 名叫清明剑 玉娇龙在看到剑人出鞘的那一刻 顿时两眼放光 在听到这把剑主人的大名时 心中更是雀跃 李慕白 原来 这把清明剑 是武当大师李慕白的配件 不久之前 李慕白登门拜访师妹于秀莲 告诉她自己要退出江湖 因为不久前 她即将修炼得到 结果却突然发现 自己有太多无法放下的执念 她有尸仇未报 对于秀莲的爱慕 也扰乱了她的心血 说着她拿出清明剑 托于秀莲将其转交 给多年好友贝勒爷 而她从此远离江湖纷扰 就这样 清明剑辗转来到了贝勒爷家中 碰巧被玉娇龙一堵其光彩 点燃了她心中的江湖梦 在江湖上走来走去的 是不是很好玩 玉娇龙缠着于秀莲 不断问起江湖上的故事 过了许久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两人约定明日再来看见 不料晚上 清明剑竟被一个黑衣人盗走 于秀莲得知后 立刻上前拦住盗贼去路 两人交手的过程中 她意外发现 对方使用的是武当工夫 正要问个清楚 盗贼便匆匆逃走 于秀莲在身后紧追不舍 瞄准时机 将对方拽了下来 随即开始对战 不出几个回合 盗贼便败下阵了 正当于秀莲要出手搏剑时 一只飞镖突然袭来 盗贼也趁机溜走 第二天一早 玉府门口张贴了一张通缉令 上面的人 正是杀了李木白师傅的仇人 碧眼狐狸 告示上说 他此刻就在玉府 可谁也没想到 他如今 竟成了玉娇龙的贴身嬷嬷和师傅 而昨日的盗贼 也正是玉娇龙 得知碧眼狐狸再次出现 李木白立刻来到北京 与此同时 玉府里有人正在清理兵器 等待一场大战降临 此人乃是闪肝的捕头 多年前妻子死在碧眼狐狸手中 为了报仇 他潜入玉府 早晨的盗士 也正是他贴的 目的就是为了将碧眼狐狸引出来 果然 夜半时分 碧眼狐狸主动现身 捕头和同伴一拥而上 但没想到 片刻之后 就被尽数打倒 关键时刻李木白及时赶到 两人二话不说动手 一时间刀光剑影让人眼花缭乱 但手上没过几招 李木白便轻而易举地将碧眼狐狸击 原来 碧眼狐狸当年冒充到孤前入武当 盗走心绝后 毒害了李木白的师父 因此学了一手天门左道的武当功夫 杀尸之仇不共戴天 李木白正欲首刃仇人 不料玉焦龙带着清明剑赶到 挡在碧眼狐狸面前 让他先行撤离 为了以绝后患 他让玉焦龙缠住李木白 自己则上前与捕头继续交战 玉焦龙听令 立刻对李木白发起攻势 当李木白见识过他的正宗武当剑法后 当场震惊 闭眼狐狸绝对不是你的师父 你的玄品剑法从哪里生来的 两人的动静吸引了闭眼狐狸的注意 他这才意识到 徒弟的功夫早已在他之上 愤恨之下 他直接杀死了捕头 玉焦龙剑状立刻带着他逃走 第二天 玉焦莲来到玉府 此时的他已经察觉出 正是玉焦龙盗走了清明剑 于是话里话外暗示玉焦龙回头是岸 有的错误不仅是害了自己 玉焦龙听了这话 立刻明白自己已经漏血 紧接着 玉焦莲说出捕头被杀害的事情 你说他杀的是个官差 意识到事情闹大了 玉焦龙瞬间心神不宁 玉焦莲趁机扔出茶杯试探 见玉焦龙将其稳稳接住 顿时知道他武功了得 为了不将事态发散 夜里玉焦龙决定将清明剑送回去 不料他的计划早已被李木白知晓 高兴就坏 不高兴就不坏 说着玉焦龙飞身从房顶逃走 李木白则在他身后颈椎 两人一路来到寺庙 李木白问他闭眼狐狸的下落 而玉焦龙二话不说 直接拔剑出招 可他显然不是李木白的对手 不出一个回合就被打退 不仅如此 李木白在这过程中 还捡起木棍 教了他几招剑法 你为什么要教我 我一直在想找一个徒弟 我不稀罕 玉焦龙在闭眼狐狸身边许久 耳濡目染 受到了影响 不愿接近名门正牌 当他返回家中 看到碧眼狐狸时 立刻催促他离开玉府 免得牵连全家 而碧眼狐狸在此 就是为了等候玉焦龙 和他一起离开 可玉焦龙身上早有婚约 再过几天就要嫁人 况且 他并不想和碧眼狐狸这种 江阳大道勾结 两人为此发生争执 随即动手 不过只一招 玉焦龙便打败了碧眼狐狸 他决定不再向师父隐瞒真相 原来当年碧眼狐狸得到武当剑谱后 由于不识字 只能按图修炼 而玉焦龙则是按心经来练 凭借他过人的天赋 悟出了正宗的武当剑法 但为了不让师父伤心 他只能隐瞒自己的真正实力 我发现我可以击败你 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害怕 闭眼狐狸自知 他已无法成为玉焦龙的依靠 于是只得独自离开玉府 玉焦龙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这时 窗外突然传来动静 片刻之后一个男人闯进来 此人正是他的初恋小虎 几年前 玉焦龙的父亲放官到新疆 他与母亲一同前往 在这里 他与小虎结下一段情 两人骑马驰骋在荒凉的大漠 那里曾经是最接近玉焦龙心中 江湖的地方 可惜后来他必须回到北京旅行婚约 俩人也因此被迫分离 得知玉焦龙即将出嫁 小虎特地赶来 要带他回到新疆 可此时的玉焦龙已经意识到 他爱的不是小虎 而是和他在一起时的那份自由 认识了李木白和余秀莲后 他身处江湖 已不再需要小虎的爱 而小虎也不过多纠缠 归还两人曾经的定情信物后 转身离开 很快到了出嫁这天 李木白和余秀莲守着接亲队伍 等待闭眼狐狸再次现身 不料竟遇见了小虎 他不甘心失去心爱之人 孤身前来结亲 结果被赶来的官兵团团为主 危急关头 李木白二人挺身而出 将他救下 经此一事 小虎算是得罪了玉焦龙的富家 武当山等消息 夜晚 清明剑再次失窃 而玉焦龙也在洞房室离家出走 李木白二人见此情景 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另一边 玉焦龙女扮男装 开始闯荡江湖 两名剑客一眼看穿她是女子 于是上前搭讪 而玉焦龙并不愿与其废话 二话不说 拔剑斩断了对方的兵器 两人认出清明剑 万分震惊 见此情景 两人不敢再生事 玉焦龙的大名 在江湖中迅速传开 各路的武林人士 纷纷前来挑战 而他丝毫不拒 游刃有余地将其一一打败 事后这些人 鼻青脸肿地找到 李木白和于秀莲 要二人为他们讨回公道 与此同时 玉焦龙知道自己得罪了人 无处可去的他 主动来到了于秀莲家里 经过几次相处 两人已是情同姐妹 玉焦龙倒在于秀莲怀里 泣不成声 这勾起了于秀莲心中的怜悯 于是告诉他 把小虎在武当山 让他放弃江湖 上山与小虎会合 谁知玉焦龙听了这话 瞬间脸色大变 觉得于秀莲再给他吓套 骗他拜领木白为师 焦龙你给我闭嘴 你凭什么骂人 我们祈求的一点平均 都将你给毁了 你还不甘心 这样的姐妹 不要也罢 玉焦龙听了这话 转身愤然离开 而于秀莲也选择不再隐远 让他把清明剑交传 玉焦龙不肯 两人随即展开一场对战 夕月的姐妹 如今刀剑相向 走到这一步 于秀莲伤透了心 于是不再手下留情 出招步步紧低 刀刀致命 幸好玉焦龙有清明剑的加持 关键时刻斩断了 于秀莲的兵器 清明剑果然名不虚传 于秀莲立即更换兵器 可仍然不能击败玉焦龙 两人一路势均力敌 于秀莲手中仅剩最后一把剑 在剑身被砍断的那一刻 他成功将断剑架在了 玉焦龙的脖子上 玉焦龙不服输 灰剑砍伤了于秀莲 就在这时 李慕白赶到 意识到自己不是李慕白的对手 玉焦龙果断逃跑 李慕白则在身后颈椎 两人来到一处竹林 乘风之势展开对战 李慕白的武功远在玉焦龙之上 还未出招就让玉焦龙自乱阵脚 为了了结此事 两人约定 三招之内 若李慕白能拿走清明剑 玉焦龙就拜他为师 可没想到 刚出手 玉焦龙就输了 剑还我 李慕白把剑丢进瀑布 玉焦龙剑壮立刻飞升下去找 虽然保住了剑 可他自己却因溺水昏迷 这是一个黑衣人突然现身 将他救走 带至山洞当中 此人正是闭眼狐狸 见玉焦龙苏醒 闭眼狐狸点燃熏向离开 不过片刻 玉焦龙便觉得浑身燥热难难 你要剑还是要我 李慕白看着眼前 玉火焚身的玉焦龙 瞬间意识到他中了迷香 于是立刻替他运功驱散 这时于秀莲赶来 说路上遇到了闭眼狐狸 几人正说着 无数根非真袭来 李慕白尽数抵挡的同时 闭眼狐狸迎溺而来 两人剑任对上的瞬间 李慕白发力将闭眼狐狸的 剑身震碎 顿时 碎片全部刺进他的身体 紧接着 李慕白乘胜追击 补上最后一剑 许久之后才意识到 自己中了毒针 可没想到 闭眼狐狸的目标 并不是李慕白 他原本要杀的人 是玉焦龙 他恨自己的青囊相守 换来的竟是玉焦龙 隐藏心诀 把功夫练到炉火纯青 凌驾于师父之上 焦龙 我回忆在起 我忆在这 于秀莲连忙上前 追问他用的什么毒 可还是晚了一步 闭眼狐狸已经厌气归西 好在玉焦龙知道 李慕白中的是 九转紫音针 当年他的师父 就是因为身中此毒而死 若无解放 李慕白也将死于此毒 这时 玉焦龙开口 说自己知道解放 只是很难配置 眼下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李慕白守住真气 等他把解药带回来 说着 玉焦龙快步离开 而于秀莲寸步不离地 守在李慕白身边 随着时间流逝 玉焦龙迟迟未归 李慕白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眼看死亡成了定局 于秀莲让他用这最后一口气 顿悟得道 达到源济永恒的境地 而李慕白却对他说 听了这番话 于秀莲泪流满面 他何尝不是一直深爱着李慕白 只因多年前 于秀莲的未婚夫 为救李慕白而丧失幸运 所以多年来 他们尽管两情相悦 但谁都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 如今李慕白的人生到了尽头 他终于卸下了捆绑一生的枷锁 可一切来得太迟了 如果他能早点说出这番话 也许于秀莲不会如此痛苦 当玉焦龙赶来时 李慕白已经死去 于秀莲心如死灰 拉起剑缓缓走向玉焦龙 而玉焦龙则跪在地上 任凭处置 只见于秀莲挥刀 但并未取他性命 而是放他去武当山 和小虎见面 这一次玉焦龙不再任性 第二天一早 便独自来到武当山 与小虎缠绵一夜之后 他来到悬崖边 在这里 他猛然想起当年小虎曾讲过一个传说 带着愿望从山上跳下去的人 天神便会满足他一个心愿 这时 他突然看向身边的小虎 许个愿吧小虎 一起回新疆 话音刚落 玉焦龙纵身一跃跳下山崖 他这一生从没有把爱给予过任何人 无论是小虎 还是于秀莲和李慕白 甚至是自己的师父和父母 他都可以说抛弃就抛弃 唯一眷恋的 就是他心中那个自由自在的江湖 直到这一刻 他才彻底明白 他所追求的那个江湖梦 从一开始就是个虚幻的泡影 从未存在过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